而现在万物起掌 想要吃一桌特色料理美食 还得要考量荷包 不过广林县政府和光丰地区农会 推广3月施令农产蔬果剑笋 今年大手笔以剑笋为主 搭配部落的传统食材 推出150桌的剑笋料理饗宴 每桌只需要3000元 中干事张明发也在今天的记者会 发表会上是特别宣布 从即日起开放预购 也邀请大家3月26号来光复 品尝剑笋美食 以剑笋为主轴 搭配在地生产的石令蔬果 部落特色食材 一桌12道菜一汤的 剑笋美食饗宴料理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在剑笋饗宴记者会现场 正式宣布从即日起开放预定 第一预定的桌数是150桌 欢迎我们的消费者都能来订购 目前消费者订购的价格是3000块 就可以订购到我们每一位的我们的剑笋饗宴 万路起掌开办剑笋饗宴活动已有30年的农会 饗宴桌餐费用动涨 定价4000元的桌餐美食佳肴 农政单位补贴1000元的食材费 消费者只要花三张千元大钞 就可以享用这一整桌的剑笋美食 推广每年春天限定的建筍部落农产 县政府光复相索会与光丰地区农会不予一例 今天结合泰巴朗部落建筍产区八家外汇业者 召开建筍饗宴发表会 推广部落特有的农产 提升部落农产经济收益 建筑所的面积大约是100多公顷左右 那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这是我们建筑所就是开始在成长的时候 那建筑所这个东西呢 我们消费者也非常的喜欢 那就这个味道非常特殊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 我们就跟工作人员会 就一起来帮助我们的孙龙 来行销这个建筑所 那这双好 那画面精力度够了 那我们就不要去画面 我们就把我们的游客带进来 才开始的大餐 大餐的今年也是 也是天空希望可以做美 让我们建筑可以做 所以不管只要 地方的产业各机关也好 大家一起努力 这个产业可以再发展 我们要对于说 泰巴朗有建筑他很骄傲 如果大力推广我们在地的农产品建筑 那我看了一下赛舍 这香味俱全 也非常的丰盛 当然也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 让我们外地的好朋友们呢 能够呢 大家一起来踊跃的来地购 虽然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今年建筑产季严重delay 但是在上级农政单位的支持协助下 光丰农会早已规划建筑等相关的产销推广活动 而众所喜爱的建筑响宴活动即将在3月26号登场 响宴菜色从鹿桥、鲜猪肉及建筑组合的原野拼盘开始 接着建筑石令鲜酥、浙香熏鸡、酸菜蹄膀、倒洗烙排骨建筑汤、清蒸石斑、鱼香、龙凤饭等等 料多实在、产地、新鲜直送 农会要让交费大众大饱口福 3月26日 欢迎乃师建筑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